沒有聊四季 天天留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 Viper對上Valens 那這場比賽是哥德人對上瑪莉 很難得 Viper又玩了一場哥德 那我覺得這場哥德玩的也是非常漂亮 那這場我是有看到最後 那我覺得這場不錯 就來播報給大家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好 那我們先來稍微講一下哥德人的特性 哥德人特性的話 非常便宜的步兵減免的科技 他的三攻雖然是有的 但是沒有三防 所以步兵 擊兵 跟這個劍兵 勇士 防禦會算差了一點 但攻擊是全滿的 所以打到後期哥德步兵戰 並不是因為他的步兵質量非常好 不是質量 就是他的裝備比較好 並不是 只是因為他的造價非常便宜 然後生產速度非常快 所以哥德打步兵戰才會有優勢 那如果你要產出這麼大量多的步兵的話 一定要有非常多的經濟 去支撐你這個哥德的 報兵的一個經濟實力 所以哥德人要怎麼農出經濟 就是一個課題 那 Viper 這位選手 剛好是我們C帝國公認的最農之神 他的農法真的是很不可思議 往往都會比對手農出很多經濟出來 然後爆出一對兵淹死對手 當然他的微操也是非常漂亮的 那我們就來期待一下 Viper的哥德吧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瑪莉 瑪莉Valens這邊選瑪莉 瑪莉這個文明算是比較偏後期 他要等到這個飆悍精神出來之後 才會比較有強大的能力 因為飆悍精神可以讓騎兵加武功 所以傷害會非常高 那如果他在飆悍精神出來之前 沒辦法活到帝王 那就很可能很容易就會直接打輸了 但瑪莉有個單位是可以Counter哥德的步兵單位 就是這個飛刀女獵手 但飛刀女獵手有個缺點 就是他的攻擊速度太慢了 其實跟植斧兵有點相似 所以用起來並不是那麼好用的 我個人認為瑪莉如果要打贏哥德的話 一定要在帝王前期就打贏他 但是回到我們剛剛說的問題 瑪莉又是一個偏後期的文明 所以他這個金礦 雖然可以踩很久 但是沒有辦法撐到後期的話 他就很不瘦 但哥德這個又有點算是偏後期的文明 但你們懂了嗎 Viper總是會出現奇怪的招式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那我們就先稍微加速一下 那瑪莉這個文明前期應該也是會打這個馬舊開局吧 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馬舊 好 那這裡下一個軍營 羊稍微有空一下 回來一點 待會要來吃羊 那這裡是沒有選擇第一次先去圍駕 或者是先把自己的資源圍起來而已 小微的打法 好 這邊上織布 點上封建 兩邊都差不多時間點下了 只差了一秒鐘而已 好 兩邊都在探圖 那Viper這邊要打棒棒嗎 果然打棒棒囉 因為是哥德仁 棒棒我減免 其實是可以考慮打一下的 就算升裝甲也不會覺得很虧 因為到了後期 還是有可能會升一下裝甲 跟常見兵來去做防守進攻動作 所以升裝甲好像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哇 這邊按了4棒棒啊 我的天 好 這邊瑪莉絲2棒棒開 對上3棒棒開 對上Viper的4棒棒 在原裝甲步兵沒有發點 因為棒棒太多了 黃金還不夠 肉也是喔 好 這邊直接敲完 Viper第一次先回頭去集火 同一隻的民兵 旁邊吃後血量都很低喔 但Viper的略少 那32棒棒的話 Viper應該就不會點這個裝甲步兵的升級了 應該直接轉小弓了 點一級龍 一級龍一級伐木 去把這個經濟農起來 目前看起來Viper還是老存在在 4棒棒直接屌虐對方3棒棒 3棒棒全部被送光了 那自己還有2棒棒可以去騷擾 那這邊騷擾的話 應該也不會有太大的成果 應該就是小打小鬧 很快就被擋住了 基本上打不到太到任何村民了 好 果然一級龍一級木點一下 一級龍點完之後 待會就可以來撒田了 這就是Viper強大的秘訣 一級龍一定要先點 還有這個一級木 經濟控制最好的玩家 Viper 這邊稍微圍一下 直接拿棒棒尻起來 想要來拖延一下對手的這個採集時間 那待會工兵出來這個棒棒也就沒救了 但這邊工兵應該會選擇第一時間出門 去對手家裡看 看對手有沒有圍好 或是有漏洞可以鑽進去 或偷抓一村之類的 好 這是前期工兵的出去的一個妙 要訣 好 看這棒棒依舊在騷擾 這邊走進來 看到對方的工兵 Viper這邊直接選擇上去硬打 換掉了對方一隻工兵 殘血往後拉 好 射死了這隻工兵 蠻棒的 那家裡的棒棒喔 有點被解掉了 剩下一隻 OK 工兵繼續在追 一級射補下 按一隻毛病 防一下 不錯 OK 這邊可以反打 好 這邊瑪莉 Belance很早就點下了這個 廖夢技術 這個廖夢技術偏早 好 前面這邊Belance的一個 工兵數量其實不太夠 只要利用這個高地做反打 那可能還要再考慮按一下這個 毛病的部分喔 你看這個毛病直接無雙 站在原地開A 直接反制啊 好 那Belance的工兵打法 雖然兩邊都不是工兵文明 所以並沒有太多優勢 但工兵在房間時代 還是一個很難產的單位 好 這邊可能要來硬上 但是有兩隻長槍兵喔 這兩隻槍兵在 沒辦法虎隨意的 上前開尻 哇 這個毛兵系列非常多的傷害 大指連城 上的工兵數量其實很殘 但這邊急回一發 給工兵的傷害也是很大 這邊是高地喔 這邊高地優勢實在太好了 OK 這邊長兵要小心 有點危險 哇 這邊工兵跟長兵走散的話就沒救了 但這邊現在有這個路徑優勢喔 哇 這邊工兵可能會全送光 哇 BIPER這邊走位失誤 沒辦法 這邊要送光了 長兵第一時間沒辦法收掉 工兵全部吃完 吃了我可以閃人 現在就交給... 靠你 結果還是被戳辣兩隻嘛 結果 最後還是沒空好 好 BIPER這邊也是足夠了 過了夠久的時間 可以順利的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你看他們在打的途中喔 不知不覺就灑了這麼多田 然後家裡都圍死了 這個手術喔 非常不得了 非常有必要 好 我們就稍微加速一下 BIPER這邊直接圍死 要趕快走了嗎 先點一下馬方 這邊有點長建築喔 但這個建築有點蓋太外面了 因為對方點瞭望技術喔 是有可能看到的 可能要再蓋後面一點喔 才會比較...沒那麼明顯 這邊都維持工兵沒辦法進來 這邊安全 兩邊都很安全 都沒什麼問題 好 這裡到了城堡時代 下了一個修道院 跟雙馬舟騎士開 那馬力也是喔 直接補下的品種 跟這個...馬鎧的部分 那馬舟的部分 他沒有再繼續補欸 有點微妙 這時候應該是要補第二個馬舟的 好 騎士第一時間過來 但是這邊已經為死 上方其實是有很大的漏洞的 第一時間看到了 這裡真的是有漏洞 用石頭先來擋一下 這邊直接補了一個城門 哇 石頭直接被尻死 哇 很可惜喔 這個應該是進不去了 好 騎士繼續輸出 屬於繼續擋 但是馬力是有弱鎖的文明的 而弱鎖溢出很好 counter現在vipe的兵種 現在是左線操作 下方也有四隻騎士想要破口 但完全找不到洞口可以打 這邊轉出了僧侶 要來招搶這些弱鎖 那勝率也可以去減生物 那vipe現在這邊的想法 應該是 先等一下 先等這個神聖思想 血量增加完之後 再去 壓制對手 有機會再去減生物 這一個套路 那這邊很標準喔 直接開出了3TC開農 這就是vipe的拿手好戲 3TC開農就是他的標配 那vipe這邊也是 3TC開下 但時間稍微偏晚一點點 那畢竟他這邊出了比較多的單位 工兵啊 還有這個駱駝 都是傷害始祖的單位 整百合這邊有個細節喔 可以考慮點一下二級龍 所以二級龍點下的話會很舒服 但這邊由於有軍需上的需求 跟壓力在的關係 所以還是先點一下這個跑速喔 去追對方的工兵喔 比較好處理一點 好聖物的部分 有要去撿嗎 唉唷有去撿一個回來了 左邊還沒出去 左邊還沒出去 好這邊點下量用技術 這樣就會比較好打一點 好兩邊都在你農我農 兩邊都在幹瞪眼 不知道該怎麼打 好那vipe就利用時間去撿生物喔 好我們就稍微加速一下 看待會有沒有什麼大動作 就加速一下馬上就有大動作喔 過來串燒一下 但生女差點被射死趕快躲進去 哎唷vipe的操作還是蠻鬼的 哇這個聖物可能要掉囉 先招一隻駱駝 生女出來直接招了一波 要不要信叫 信到了 OK 直接信叫一波 生女直接往前被射成白癡 趕快走位 後面串燒繼續串 但駱駝傷害也是很高 沒有招到太多駱駝的關係 所以正面完全打不贏 對方變出了太多喔 雖然工兵已經大致上解掉了 但是這些騎兵單位喔 依舊是難解肢體 好這邊再換一隻騎士就OK了 好這邊射一下村 欸生女趕快進去 好這邊 生物應該是撿不回去了 要被砍死了 哎呀倒地 好但這邊由於吃了太多箭矢傷害喔 所以瑪莉這邊的馬也是送的差不多了 哇這個生物可能會被撿走 尷尬 哈哈哈哈 特命想要來阻止對方 回去的一個路線 好關起來 關生女 好笑了 所以你只能走回來 但是現在白癡沒有單位可以做反制 好趕快照一下對手騎士來用 看騎士也不敢上前 還是要直接走掉了嗎 哇 又過 然後這邊再射村 射掉生女 哇 射物想回來了 哈哈哈哈 這就是鬼之viper 我們斯基帝國的最強 如果Role有faker的話 那斯基帝國就有viper 就是這個概念 太秀啦viper viper 這個操作 很值得 你看 還以為生物要直接被帶走 結果這個操作直接秀滿臉 Valance應該傻眼 我靠到底看了三小 呵呵 好頭頭再回去打一發 唉唷 差一點頭中了 這個在後面提一點的話就有機會了 好 城堡立在一個比較後方的位置 這是保守 比較沒有那麼激進的一個蓋法 好 mip點下了這個推車 點下了武政府重派 城堡趕快蓋一蓋 武政府重派蓋起來 然後要補均勻了是不是 這邊均勻只有一個 補政府重派 均勻一個效果不是很好 這裡趕快補均勻會比較好 OK 均勻開始補起來 viper均勻 開始按 這裡完全沒有單位可以做防守 現在可能會被對方白票 這個投車是不是迷失了人 幹嘛幹嘛 你要單挑騎士是不是 太大膽了 好 城堡在後方 可以用一些小小的壓力 好 點下了二級一防 哥德二級供一點下 可以二攻二防 哥德衛隊開始生殘 好 數量開始多起來了 追久之了 這個投車果然 要被送掉了嗎 能修回來嗎 他在招掉 直接招翔 哇 這邊直接招了三隻騎士啊 非常的nice 哇 viper一瞬間招了三隻騎士 賺爛了 投車還沒掉 然後還掌握一發工兵 哇 很賺 這邊再踢個地板 沒有踢地板 是直接投生旅 這邊大量的哥德衛隊直接傾巢而出 哇 這邊可以再 預判一下 再打到一發 很舒服 這邊其實血量是蠻殘的 後方的工兵也是 但哥德衛隊現在強勢的地方來了 可以輸入量碾壓對手 那 MAS這邊是在考慮喔 要不要上帝王 這邊資源經濟其實是蠻接近帝王時代的 如果先上帝王的話 他可能就有機會反打 因為他上帝王就有這個標和合技可以點了 所以現在在他的角色喔 是要出兵嗎 還是要防守 還是要直接點帝王 是一個分支點 但他應該也很清楚喔 瑪莉這個文明喔 打城堡時代打久 是沒有未來的 還是要先點帝王 沒錯 這個觀念很正常 走到後方 後方的一個建築 沒有什麼防護建築 只有這個城堡 在這裡而已 其實他這個城堡差的位子還蠻棒的 好 下方的一些各的位隊喔 沒有控好 有點在下水角 送光了 好 各的位隊在後方直接走過來 後方要破門而入了嗎 這邊直接把農田滴掉 補下兩個房子做防守 後方有騎士過來想要來撿 還有一些 神女的後面做招翔 但數量上其實有點多 但是哥德爾還是太怕近戰傷害當的威力了 好 騎士輕鬆就解掉這波哥德爾 這波哥德爾 好 陪伍隊進攻了 好 那BIPP也點下帝王師帶 但中間這邊又爆開了 這邊直接轉個漏洞進去 BIPP第二波繞進來 BIPP這邊還能擋得住嗎 這邊攻兵其實用途不太大了 哇 這跟城堡能起來 這個就會很賺喔 後面騎士趕快回救一下 好 飛刀女獵手出來了 但這邊沒有控好 飛刀女獵手直接也被砍爆 哇 很慘慘 飛刀女獵手也被吃光了 這個要是有控好的話 應該會打得不錯的喔 好 但正面有更多的哥德爾隊讀口 要來為這些村民爭取一點時間 騎士過來第一時間想要來反制 但這邊有點被自己鎖住了 這邊BIPP直接圍了兩道城門 做稍微防守動作 哥德爾隊再繼續往前無腦開A 好 撐到地勇時代的瑪莉 還沒有辦法有資源可以點下自己的彪悍精神 這跟城堡就要被建起來了 這個城堡被建起來 然後後面村民又被割的衛隊 燒了一波 哇 太慘了這個畫面 雖然點下彪悍精神 但自己的經濟也快沒有了 這邊要再點下重攻騎士的升級嗎 但現在點騎士升的話 對方已經出長槍兵了 哥德爾這邊其實也沒太大的劣勢 直接打出了GG 主要是這根寶 直接插爆他這個大量的農田還有TC 那主經也會顯得非常危險 沒辦法安全的挖礦 哇 這邊瑪莉 已經打得算不錯啦 但哥德爾 BIPP這波爆的戰術 實在打得太漂亮了 前後夾攻 然後再給你吃個大橫堡 插在你臉上 然後左邊這邊再繼續用 哥德爾衛隊騷擾 巨頭也被無情白患 雖然他有資源喔 但一想到後面的 一個 疾兵出來喔 其實有點難打 確實喔 瑪莉是個馬舟文明 要轉步兵的話也只有飛刀女獵手 確實很難打 好啦 那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這場BIPP真的爆經濟爆得很漂亮 這個哥德爾要完成這樣子是不簡單 然後 那經濟部分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BIPP這邊有個小小的一個 細節喔 就手推測的部分 村民大概在七八十八 八十隻左右吧 八九十隻那邊的時候 點一下手推測 後面經濟直接起飛喔 非常的 非常的賺喔 這一段經驗 經濟加成 是非常誇張的 可以讓他出到這麼多的經濟喔 你看這個 經濟很明顯 馬上就是超越了瑪莉喔 還不是超越什麼幾千分喔 是超越快要一萬分喔 好 只差了大概七千 差了三千分而已吧 整整以了七千多分的經濟喔 就知道這個哥德爾要爆成這樣子 是很不容易的 那稍微看他BIPP的經濟是什麼爆的 先是選擇4TC開爆 然後兩個魔防 三個魔防 旁邊都插滿農田喔 那 配置的部分喔 黃金是多挖了一點喔 那 木頭也是有一隻在配的喔 那 我覺得BIPP還是BIPP 工具還是很厲害 你看這個村民樹很多 一百四三村 四十分出頭 點帝王 然後爆兵 哥德衛隊 羅斯打得漂亮喔 那 瑪莉剛唯一有機會喔 就是 來攻擊BIPP這邊TC的 時間點喔 這邊 那個空窗期喔 BIPP是沒辦法出兵的喔 因為他一定要點這個 無政府狀態喔 像 軍營可以產生 各的衛隊的時候 才可以再繼續進攻喔 那 他沒有把握這個時間 稍微有點可惜喔 但是畢竟 BIPP也是 很專心載農的關係喔 他也是把自己家裡農完一波之後 才繼續進攻 也算是做得很極限喔 當然 BIPP這邊還是抓到 瑪莉的一個弱點喔 就是全部都是 馬舊單位了 也是太容易被counter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要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囉